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侯桂乔,今年45岁,这是他的家。 此时的侯桂乔一个人躺在床上,而他的丈夫还有儿子、女儿、女婿、儿媳妇都在院子里低声商量着什么。 金色的阳光下,这个农家的小院里满是丰收的气息,枣树和石榴树被累累的果实压斑了枝条。 地上堆满了田里的收获,然而和这丰收的景象完全相反的,是院子里一家人的愁眉不展,因为家里差点出了人命。 差点出人命的是侯桂乔,这个好强的女人趁着一个人在家的机会喝下了农药,她要自杀。 她说,下自杀的决心太容易了,因为就是不想活了。 因为家族一位老人的生日,一家人除了侯桂乔都去给老人喝瘦,而侯桂乔没去的原因是,她无法自己站立和走路。 平时,她只能在家人的帮扶下勉强行走,连日常大小便对她来说都异常吃力。 她的感觉就像是全身被无数条看不见的锁链紧紧捆绑着,动弹不得。 万幸的是,一家人不放心侯桂乔,匆匆拜完寿就赶了回来,这才来得及把侯桂乔送去了医院。 经过紧急抢救,侯桂乔活了下来。 但是,她该怎么办?这一家人又该怎么办? 侯桂乔之所以会选择自杀,是因为她完全接受不了,仅仅半年的时间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。 半年前的一天,她偶然发现自己的脚趾有些麻木,她没太当回事。 家里地里有她忙不完的活,老人孩子有她操不完的心。 可是,没几天,她开始感觉走路时左腿无力,经常感觉要摔倒。 侯桂乔和家人都以为这是劳累过度引起的,认为好好休息几天就能好起来。 一家人心疼侯桂乔,年迈的婆婆和出嫁了的女儿,帮着侯桂乔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家务活。 可是,休息了的侯桂乔非但没有好转,情况反而越来越严重了。 她感觉到左脚的麻木逐渐向左大腿根部蔓延, 甚至,她感觉自己的胸口部位都出现了明显的麻木。 这种麻木就是侯桂乔感觉胸部以下像被锁链捆绑着。 跟着这种麻木感觉的出现,侯桂乔觉得走路时双腿异常沉重, 经常会出现磕磕绊绊的现象。 没过多久,她惊恐地发现,如果不服着什么, 她完全没法保持身体稳定。 病情越来越严重,针灸、按摩、外敷膏药, 这些方法对侯桂乔的病完全无效。 丈夫决定带她到省城的大医院看看, 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 颈椎到腰椎的核磁共振检查结果让医生都感到吃惊, 因为侯桂乔的颈椎、胸椎和腰椎都有非常严重的韧带骨化。 这导致了她椎管非常狭窄,脊髓被压迫。 这种对病情的描述,侯桂乔和她的丈夫听不明白, 但是他们听明白了医生的另外的话, 那就是,侯桂乔的病情非常严重, 随时有可能因为病情加重变成高位结瘫, 再也站不起来。 那,能治吗? 医生的回答是,要治得开刀。 可是,侯桂乔的病情非常复杂, 从颈椎到腰椎整个脊椎有问题, 手术根本不知道该做哪里。 就算做,手术风险也非常高, 术后很可能出现因缘性高位结瘫。 医生的诊断让侯桂乔一家近乎绝望。 做手术和不做手术,后果都是高位结瘫。 全家人商量后决定,放弃治疗。 都说,颈椎小窄, 颊椎他说可能也小窄吧。 那这个小窄对您不明白这什么意思了吗? 没有明白什么大意思。 然后,但是这个麻他们说最后会到什么程度, 没有告诉过人吗? 告诉了,他说高位结瘫。 高位结瘫您明白什么意思吗? 明白。 说是放弃,其实还是不甘心放弃。 省城治不了,那就去北京。 连续三次到北京, 还是没有找到希望。 同一次亲和江泽挺有希望的。 好,找到几家医院,都不收。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怎么,找了几家医院? 然后呢? 那也说做不了。 好几家医院,数字数了几家? 三家吧。 好了三家,都不收。 啊,就回来了。 啊,就回来了。 祸不单行, 仅仅捆住了侯桂桥生命和希望的锁链, 其实也出现了侯桂桥的一位表姐身上。 她有和侯桂桥相同的症状, 在经历了不能站立行走, 大小便失禁的病痛折磨之后, 在海军总医院骨科主任何晴的手术帮助下, 她挣脱了锁链。 手术后,她能够正常站立, 甚至能够骑自行车, 生活完全能自离。 这个消息, 让侯桂桥一家人心中燃起了一线希望。 一家人带着希望来到北京, 来到海军总医院。 骨科主任何晴对患者进行了详细的体格检查, 仔细分析了患者的相关检查治疗。 但是, 何主任的诊断让一家人又失去了刚刚燃起的希望。 虽然有着相同的症状, 但是侯桂桥的病情很罕见, 远比她表姐的情况严重得多, 复杂得多。 她这个病, 医学名称的话, 叫后中阴带骨化症。 从颈椎、 胸椎、 腰椎都有可能发生, 长在颈椎和胸腰椎, 椎管里边, 随着这个后中阴带骨化, 它的这个不断的发展, 严重以后就会出现脊椎神经的压迫, 脊椎神经压迫以后, 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。 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身上, 像那种发紧的, 像捆的一个东西的那种感觉, 就是我们医学上叫树带感, 那这些, 所有这些表现, 都是因为挤谁压迫引起来的这些表现。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后纵韧带骨化症, 现代医学还不能给出清楚的答案。 一部分认为, 这可能跟资深免疫有关。 在认真研究了侯桂桥的影像学资料后, 海军总医院阮迪克院长和何晴主任认为, 虽然患者存在多发的韧带钙化, 导致严重追管狭窄, 但是还是有治疗的希望。 更为重要的是, 必须治疗, 不然侯桂桥的病情将越来越严重。 那挤谁受压以后, 挤谁本身可能就会变性坏死。 最严重的结果就是, 它后纵韧带发生的阶段以下的, 所有的感觉运动反射都会消失, 就是一个完全的瘫痪。 如果不得到早期的治疗, 等它完全瘫痪了以后, 再做手术, 那这个时候, 就算是你把它这个压迫解除了, 它神经功能可能也得不到完全的恢复。 除了手术, 别无它法。 因为后纵韧带的骨化, 就相当于一块骨头压在脊髓上面, 不把压迫拿掉, 脊髓的功能没有办法恢复。 手术治疗是唯一的途径, 但是手术的风险实在很大。 手术风险确实是很大, 因为椎管形象地讲, 就像一个竹筒子一样, 是一个中间没有间隔的一个结构, 而脊髓就相当于是竹筒里边的一个结构, 正常情况下, 竹筒子和脊髓中间是没有太多的缝隙的, 这个时候如果竹筒里边进去了一个东西, 像个小石子一样卡在那个里边, 你要把这个小石子从这个竹筒子里边拿出来的时候, 这个脊髓就离它很近, 要想把它完整拿出来,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骚扰到脊髓, 如果是操作不当, 那手术以后症状有可能会加重。 无论风险多大, 手术非做不可, 不然, 猴桂桥没有可能摆脱无形的锁链, 无法摆脱高位结贪的命运。 阮迪克院长和和勤主任一起制定了手术方案, 并一起实施了这一高难度的手术。 结合体格检查以及核磁共振结果, 两位专家决定对患者进行颈胸交界处的减压手术。 手术通过透视定位, 确定病变阶段, 把骨花的韧带去掉。 手术的操作要求精细精准, 要尽量地将在树中对脊髓的骚扰减到最小的程度。 幸运的是, 猴桂桥受压的脊髓功能还没有, 完全丧失。 手术以后第二天, 猴桂桥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双下肢有那种轻松感, 腿和关节都灵活了, 身上无形的锁链被解脱了。 通过一段康复训练, 他的神经功能在一天天地恢复。 现在, 猴桂桥用单手扶着墙就可以在家里行走。 随着时间的进展, 他神经功能还会进一步地恢复。 手术半年以后, 他应该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。 这意味着, 通过这一精准的外科手术, 他能够重新站立, 重新开始崭新的人生。 帮助大家一起混合。 每一个人都在学习, 每一大学的内科目都可以用。 每一个人都在学习,